这俄罗斯2月24入侵乌克兰以来 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 已经被迫离开家园 流往海外留500多万人 然后甚至有新闻讲过 当时在2月份的时候 乌克兰有个家庭 去那个埃及旅游 本来是10天的假期 现在直接变百日假期 到现在都不敢回到乌克兰本地 因为害怕 但是要知道战争如果不停一些 最后真的受重伤的 我认为乌克兰绝对避免不了 为什么 要知道乌克兰现在 已经是欧盟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了 如果持续打下去 我只能说乌克兰可能从上到下 全部都要靠欧盟跟美国来养了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自己生活的能力 可是反观你看俄国 虽然很多欧美国家 抵制了俄国的能源 但是我们就前面查了一下 印度自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进口俄国的石油总量 多了25倍 6月平均每一天 要购买100万桶的石油 以前平均每一天3万桶 现在100万桶了 中国大陆则是每一天 要购买198万桶 比同期 去年同期增加了55% 而且更夸张的是 现在已经不是买不要买爆 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俄罗公司的石油公司直接宣称 他说现在抱歉 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石油 卖给其他国家了 因为关于我们现在的合约 我们就已经无法去承担了 你就知道俄罗斯的石油 现在有多抢手 莫斯科光靠卖石油跟天然气 每一天每一天赚8亿美金 比去年还多 预估全年可以总收益达到2900亿美金 也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能够有实力 继续跟世界各国好在那里 就是因为还有源源不断的 能源的收入在这个情况 那如果现在世界各国 还是可能像美国一样 或者欧盟一样 盲目的去支持乌克兰 持续的跟俄罗斯作战 这个下去的结果会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所有的乌克兰开销 美国要全权负责 欧盟要全权负责 这个经济黑洞 美国愿意承担下去吗 我是认为是怀疑的 然后黄卫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俄乌的战事 看起来一时半刻之间不会有解 而且因为现在刚刚这个乌克兰 他拿到原来来自于欧洲跟美国 提供给他的一些新的武器 因为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 不是说要给他火箭炮 给他飞弹 那只是说要求说 你的这个射程 只能打到你乌克兰境内 不能打到俄罗斯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你今天去援助乌克兰 但是每一颗飞弹 只能打到你自己的境内 你不能打到你的敌国的境内 那这一些的武器 陆陆续续已经交到乌克兰的手上 所以他开始有一波 这个比较强烈的回击 会使得这个整额的战事 又会胶着延长一段时间 但是所有的延长 并不是只是在乌克兰的境内 或者俄乌之间 所有的延长 其实也是一寸又一寸的 临时全世界的包含通货膨胀 包含经济成长 最近其实包含通膨 跟经济的问题 大家讨论的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欧洲 尤其是欧洲现在到 骑虎南下的一个地步 也就是说 像前日大家讨论 你对于俄罗斯 采取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 比如说我要不让你游 我今年年底我就要开始缩绝多好 我不满你了 结果没想到俄罗斯先声夺人 他就是直接说 我就开始断你的油 断你的天然气 所以现在欧洲不是都呱呱叫吗 那本来的想法是说 我要开始储存油 反正到今年冬天来临之前 我储存一定的天然气 我受到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天不从人愿 今年的欧洲 尤其是这个欧洲的南部 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热的天气 是不是已经开始 大家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他整个的能源危机 提前的引爆 所以让欧洲的各国 其实慢慢开始 他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那这里面大家看到 就是德国跟法格 还是希望说 能不能利用外交的途径 能够解决这一场赛事 因为世界各国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主要政党 都慢慢面临 这些恶物战争所引发的 能源的危机 粮食的危机 直接吞噬他自己的选票 那其实美国现在也面临 这样的问题 过去大家都在谈什么恶物战争 你觉得现在拜登的脑子里面 你现在如果是拜登 你的脑子里面 你还会有一半的恶物战争 但不是了吧 因为我的其中选举遥遥遥坠 我的其中选举都被通货膨胀 给吞噬了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欧美这些国家 他们能够容忍多久 可是我觉得这个名气 看起来还没有到来 比如你说去那个立陶尔 当然立陶尔因为比较接近 对 因为他们的人民还觉得说 还在那边非常强烈的支持乌克兰 可是过了一段的时间 大家其实已经看到 已经开始浮现了 能源粮食还有移民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时候 也许在某一个转点之内 这些政治人物必须做出决断 现在看起来最支持乌克兰 是最靠近的 对 越靠近的 波兰 波兰 立陶宛 是越支持乌克兰 因为下次就可能轮到他 现在看起来全世界局势是牵一法动全身 原来乌二战争 大家在旁边看 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现在乌克兰倒霉乌克兰倒霉 弄了个半天 大家都受影响 台湾也受到影响 怎么没有呢 电价要不要涨 对不对 你现在天然气要不要涨价 油涨到115块一桶了 一个粮食一个能源 这两个东西要命了 这两个东西就把整个国际的 通货膨胀又飙高了 通货膨胀一高就加利息 一加利息经济会受到影响 全世界其实都在受害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